专访李蜜养肥8000克毫哭躁F但凭胸排大妹转生奶爸动画。 34岁的富千金李蜜下巴鼻子和眼睛都动过F即绝乳也是自替脂肪龙乳。 他接受苹果专访表示,应天生大小眼,化妆师为他双眼贴一个小时的胶带,始终无法调整成一样大,为了演艺录更顺遂,尝试缝了眼皮,自此开启长达十年的整形录,又应被化妆师妥操几步出钩,历经四度遭风失败。 第五次整形封凶才让他满意,他单纯盼望整形变美能迎来更多演艺工作。 甘心强人整形带来肉体的剧痛,并承受脚膜蓝缩脂肪瘤脚膜发炎的整形副作用,看似傻大姐的他其实并不傻,是还大被一女中的学霸,他吐露其实是被妈妈严格要求打出来的。 李妮回忆从小被妈妈严格要求考试都要满分,就连考98分都会被打,还威胁他如果没考上被一女和台大就要把他送出国。 他虽然很讨厌念书,但为了不想离开家乡,硬是逼自己念,还好我应该天分还不错,国中有跳级资格并念树立资幽班,树立真是上被一女中树立资幽班,可是压力太大了我高二就转出来道文祖,很幸运地考上了台大戏巨蟹。 李妮自小有浓厚表演欲,为了在演艺圈闯荡,不惜一切代价变美,这些年他自砸150万元,进行整牙,缝脸皮,下巴鼻子打热毒,五次龙乳手术,第一次放眼水袋时没有认真按摩,胸部变硬快,后来改放过洞溪胶搭配自体脂肪, 却疑似长出脂肪流,胸部摸起来有颗粒硬快,身高172公分的他,屁股为了累积脂肪抽脂龙乳,体重原本52公斤,狂持高热量的食物将自己养胖至60公斤,增胖了8公斤,只为了替胸部注入脂肪。 他回忆起抽脂肪剪时,痛如在伤口撒盐,当时他痛到不敢自己按,一周二次找专人术后推拿伤口,每次一小时的疗程让他痛到哭天喊地,过程中不断尖叫,好在三个月后身体慢慢痊愈, 今年他也透过拳击举重运动健身,维持健美身材。 他自己虽多次接受整形,却已过来人劝爱美的女性不要轻易接受整形,因整形带来的副作用多,自己也饱受复健的痛苦,但他仍嘴硬不后悔整形路,自认人工比天然优秀并强调人工奶老了不易下垂,形状也不易大小奶。 他提及当年比赵杯,曾被化妆师妥操胸部太小几步出钩,隔天立刻到医眉诊所咨询,历经四度遭风失败,第五次封凶才让他满意,为了便美他甘心忍痛,首次打肉毒还因太紧张,最真不过,好身材没被男人连香吸玉连玉暴力劈腿渣男,他感情挫败到吞三十颗要送医求回一命。 二度忧郁症复发,感叹,什麽都可以用钱买,但珍爱却是金钱永远买不到的。 他苦笑说,完全不可酸民说些什麽,也不在意网友公寄的留言,他说不跟别人比较,只在乎自己在演艺圈有无持续推出新作品。 而他的爸爸是资深堂前董事长李国成,留下不少遗产给他,能保他生活无疑,但他为了圆心梦,愿意尝试有所牺牲,更不惜自掏腰包杂千万推出专辑,纯密,只为了让人看见他的作品。 而他在演艺圈推出新作,也期望感情友好归宿,不过被窥视渣男磁铁的他,自认看男人的眼光有问题,一直碰不到对的人。 他说外表不是重点,胖瘦也不在意,喜欢年龄稍长的男生,因为个性较成熟稳重,更期望未来另一半能跟他一起吃,环保素,不吃肉质,吃海鲜及蔬菜,他深怕好男人迟迟未出现,近期考虑先冻卵,将来再为爱生小孩。 总于人不输的他,回首利刃男友不是有暴力倾向,一言不合就推他上巴掌,不然就是向他借钱劈腿,他因为心肠软二根子也软,即便男友不断劈腿且被抓包,但只要男生求原谅,就心软复合。 他历经感情创伤及工作低潮,再加上身体不适住院,种种的打击让他忧郁症二度复发,好在他透过基督教有的力量,及身边好友的鼓励,自认忧郁症已治愈,停要快一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